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早晨 来到6月7号星期五 欢迎收看今天的ET开始直击 我是Irene和阿姨 今早还有中微证券研究部 执行董事王伟豪Ravi 为大家分析市况解答投资问题 早晨Ravi 市场观望着今晚美国的就业数据 今晚美国星期四高位整固 标指和纳指破顶之后 便轻轻回转一点 至于恒指亦其生是79点 高税是22点 当然大家要看着 美团公布了业绩之后 今天会有什么表现 大家有什么股票研难的话 都欢迎WhatsApp留言给我们 电话键是96133819 或者在节目留言区留言 说点两个名字 和想问的股票问题 稍后Ravi便会回答大家的提问 现在先看看上日美股表现 美国5月份的就业数据出楼前夕 美股是个别发展 道指一度升近200点 收市升78点 报388886点 标指和纳指盘中都破顶 其后轻微回套 标指跌了1点 报5352点 纳指跌14点 报17173点 美国十年期债息反复 曾经升到4.32来的水平 美会指数下至104关 欧洲央行议息之后 一月预期减息四分一 但据息官员排除7月再下调利率的可能 欧元匯价曾经升0.3% 欧洲股市靠稳 三大指数升0.4%左右 商品市场方面 金价一度升近百分之一 油价升大约百分之二 焦点美股方面 亚马逊四年升 升大约百分之二 Tesla升百分之1.7% Google升百分之0.8% Meta和苹果都要偏远 而NVIDIA传出租调查 是否涉及垄断 在拆股前 仍然都有资金追货 一度再升超过百分之二 高见1255.87美元 是新高 但之后一度回吐超过百分之三 Sales仍然跌大约百分之一 而业绩好的Lululemon 最多升超过百分之九 收市升幅收窄到百分之4.8% 再看中概股和ADR的表现 美团首季业绩超预期 ADR美团比港股 收市高百分之四 至算报117.46 阿里巴巴升超过百分之一 报78.111 腾讯比本港收市升百分之0.3 百度升百分之0.8 京东跌百分之一 网易亦跌百分之0.6 而汇峰控股ADR 至算报69.57 比本港收市价升百分之1.6 有邦升百分之0.8 比亚迪跌百分之0.3 蔚来汽车就因优虑亏损问题 美股股价低港股近百分之七 理想都跌了近百分之二 接着看今早做外围的市况 导致期货暂时卡稳 38,982点升二十七点 至于亚太区股市方面 大致都是向好 其中日经平均指数 38,737点升三十三点 南韩股市升百分之1 而澳洲股市方面升百分之0.2 在新西兰市轻轻偏远 但仍然是11点左右 先和Robbie谈谈外围的消息 欧洲央行昨天是议息 大家原先都预认了它会减息 总之出来也是 减4分1来 今次是2019年来首次减息 央行声明提到 虽然价格压力仍然是强劲 但是很多通胀预期指标都会回落 而欧央行行长拉加德也预期 欧洲区的经济会持续复苏 又强调减息反映了 对未来前景的信心 又说物件的压力会逐渐消退 但其实市场普遍认为 欧元区那边也是通胀很高期 其实未必今次减息之后 还可以继续减到 你自己有怎样看欧央行行的意识 利率的政策如何走 还有对于联储局 甚至全球的减息周期有没有提示 其实整体来说 全球来计算 方向上说是开了一个减息周期 其实近期除了欧洲央行之外 有部分央行外币也是在减息 所以大方向其实也是这样 但只不过是否一个持续性的减息 例如我们说欧央行今次减息 是否下一次才会减息 或是美联储也是这样的 这个是未必的 因为始终你见到欧央行 的确是今次没错 一月与期是减息 其实这个就真的不意外 因为本身都已经预测了 所以你见到说真的 减息之后 其实欧元不是很大反应 甚至大家透过今次减息之后 去看看究竟之后的路线是怎样 本来可能在等下 有没有机会想再清息多些 究竟是否继续减息 还是怎样 但如果你看到拉加德的说法来计 的确不是太清楚 因为他自己也一来说到 其实他没有为了减息 或设计一些路线路径 其实也很明显地告诉大家 今次减息完 不等下一次又减息 或者不是继续减息 可能都是老套些 看数据去做 但其实说真的 我觉得今次减息 你说是否真的关数据市 或者所谓的通帅 下跌得很重要 而有一个很可以减息的空间 其实又不是的 没错 你对比过过去这几年 通帅是在下跌的 其实整个趋势也是 无论是欧洲或美国 其实全球上也是 但问题就是 下跌的幅度 其实真的未去到可以走到 要减息这一步 但问题是怎样要减息 我想就是一方面 经济情况 因为如果利率还这么高 其实对欧洲的经济 也挺大影响的 甚至欧元区最大的问题 就是十几个国家组成 总有惨次 没错 如果你说一面倒 你这么高利率 不是每个国家都能承受到 所以其实也有这个必要 可能是减息 所以为什么大家对今次减息 其实不太意外 也会是这样的 所以你说减息 是否等于 通帅下跌了很多 而又去减息 甚至乎 是否真的经济很好 而去减息呢 如果这样说 其实挺违背 大家读经济的看法 你认为经济好是价值的 是 经济不好才是价值的 不好是减息的 所以就 如果你说他说到 对未来前期有信心 而去减息 这个我自己觉得 有些要再看 所以我想今次减息是 有这个需要 就是应对着 经济或者企业的状况 而的确定 通胀 其实还处于一个 相对比较高的位置 其实真的未必 可以继续去减息 其实你留意昨天的意识 除了减息 符合预期 大家可以说什么都好 另一边 就是他也有 对未来的经济预测 以及通胀预测 其实看见未来 是上调了通胀预测 所以说美联署来计 有没有什么启示 当然了 未来就会到美联署 其实今次说真的 就应该不会移动了 也不会移动了 今次是减息的 即是今次减息才是意外 所以理论上 就不减息了 但大家都是看那样东西 就是看之后 譬如7月 9月 还是11月 12月去减息 甚至减息的幅度 总体有没有多少水位 给大家 这个想取得一些启示 甚至今次 因为是季度的意识会 也会有点阵图 这个基本上一定会移动的 因为上次的点阵图 是在说减息三次 现在基本上应该不会 最多都是两次 所以看一些委员如何点阵 这个我想也是 另一个要看的地方 但是如果暂时 觉得比较大几率 还是9月份的 即是减息的话 看看这次联署局 即今次联署局议息完之后 究竟对这个看法 没有什么态度的改变 是 就是联署局下星期议息 当然最快要 一些市场会有反应 就是今晚的非农数据 对不对 其实就是这个数据 出来的就业市场 有没有说 比联署预期差一点 有没有对它 构成减息压力 那我们怎么看 即是美股的部署 因为近期 导致都高位 有些调整 什么纳指红标志 其实还是很强 是 现在来说 即是要保持强势 再上升 究竟是要靠 减息的决定 还是有什么呢 其实我认为 就有几样东西都需要 因为如果市场要再推高 因为真的和你说 始终真的是高位 即是你无论 虽然道指 有些相对比较黏 但是都是高位 那无论 纳指、标指、道指 全部都在各高位 或者你说真的 估值又不是十分低的时间 你要这些水平再推高 其实就需要更加多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 要几方面都配合 过去说真的 这一段 再令到标指、纳指 再冲上顶位的主要原因之一 一来就是减息的预期 因为过去最近 又稍稍叫做所谓升温 其实就是 因为现在大家猜 年底的中短地率 大约对比现在 可能减近两次 即是比之前多了一点 所以就令到 减息预期所谓升温了 你看到近期的债息 是减了下来 即是10月期的债息 就下回到四里二几 四里三附近 变相对于股市 一定是利好一点 所以就稍微又充高 所以第一点 你说未来的市场 可否再上 那的确看大家 如何对待减息的预期 比较重要的 可能你说今晚的飞龙 比如下星期的议息 这些是短线要望的主要因素 即是以数据上 比如今晚的飞龙为例 那如何才能继续保持 大家的减息预期 就像你说的 数据比预期差 那就可能有这个空间 但如果你说很好 这个就突然间调回转了 但当然有时候 如果很差 也是会调回转的 即是我想是 即是也很担心 即是不要这么极端 以整体数据来说 如果你能够继续保持 但是还有这个 所谓的减息预期 在这里的话 你说短期的美股 还有机会在局高位 或者稍微市高一点 而另外当然 就是个别的股份 即是NVIDIA 还可不可以力撐住 没错 怎样都要捉一捉 因为过去这一阵市 这么强 或者有这么多人在看 其实其中的因素 都是这只股 就是这么多钱入 说真的市值 到三万亿流上 或者是过去曾经试过 很多天都是 一天的转据 是比整个股市多 所以变成是一个很夸张的情况 当然其实 反过来说 你这样側向一边 未必是好市 但是如果暂时的钱 没有很明显退出来的话 我觉得美股仍然是 你可以说还是有机会试高的 但是只不过 刚才也说了两个因素 但是你可以留意多一点 就是两个因素 背后 都是有隐诱的 例如一例可能减息月期 突然间会改变 而NVIDIA 会不会突然间的钱又流出来呢 因为其实昨晚也有少少 是见顶之后又落回来 大家看到了 这一段时间 我们下期见 大人的眼睛 是有机会 有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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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段时间 字幕志愿哒